觀眾朋友午安 歡迎收看T台政計畫 我是節目主持人錢子 今天跟我一起來深入探討新聞的是 資深媒體人羅有志 錢子好 大家好 有志好 有志報告一個好消息 跟觀眾朋友報告 今天我們的零確診一樣 台灣沒有新增的病例 我們已經連三零確診 三零重工業嗎 三零重工業 所以這個疫情指揮中心 今天請所有的記者吃桂林糕 好想吃 今天同時也是我們疫情指揮中心 成立100天的日子 陳時中指揮官說 台灣的疫情的控制控制得非常好 而且是往好的方向走 所以很多人都在說 現在快要五一連續假期了 是不是就可以放鬆出去玩 跟觀眾朋友說 跟觀眾朋友報告 還是要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 因為大家看台灣人很喜歡去的地方 叫做沖縄沖繩這個地方 它最近日本接近了黃金州 跟台灣一樣 也是一個長假 不過它的長假比台灣還要長很多 大概有10天8天這麼長的假期 據說已經有6萬人 日本人有6萬人要飛沖繩去玩了 你知道沖繩的官方 其實現在非常非常的緊張 所以日本現在是三天零確診嗎 他們其實沒有像台灣的疫情 這麼這麼樂觀 可是你知道 如果你今天你是沖繩的長官 你是政府機構 你是首長 你會怎麼辦 我希望他不要把我的景點 設為警視區域 然後我會 你跟黃偉哲一樣 你怎麼知道我要講誰 對 你怎麼會 我這邊有27個被列為警視區域 黃偉哲最近很生氣 而且黃偉哲最近的聲量很大 他說為什麼都是我這裡 是警視區 而且我們台南的動物園半夜 什麼半夜 半夜的警視區 警視說台南動物園半夜人潮稍多 黃偉哲剛剛講說是阿飄嗎 怎麼會半夜會有人去動物園 不過話再說回來 沖繩 沖繩現在 據說今年長假有6萬多人 日本人 日本人已經預約機位 打算到沖繩去度假 可是現在沖繩處於非常時期 包括離島 醫療 因為他是離島 所以醫療體制面臨非常的狀態 日本沖繩縣之士叫育城鄧妮 他就說為了守住 我最愛的沖繩 請大家取消這一次的沖繩之旅 現在是要禁足蹤 不要來 不要來 第一次看到觀光移情點 首長說大家不要來 大家不要來 大家冷靜 先不要來 怪怪的 沖繩一向是以觀光為大宗 而且是我們台灣人最喜歡去的 應該是說在東南亞 台灣人我知道去沖繩 好像去怕廚房一樣 常常去自駕遊 對 然後去那邊自駕又很方便 這樣換個國際駕照 在那邊就很好玩 我自己也常常 有一次去那邊一個人 在那邊玩兩天之後 整個活著回來 自己一個人 是的 現在我們沖繩縣的長官 就很怕大家是去那邊玩 好奇怪 我告訴你為什麼這麼奇怪 因為你知道沖繩現在累積137例 看起來好像沒有很多 才137例 可是你要知道 沖繩這個地方小小的 就這麼一個彈丸之地 我們之前的外交部長說 皮薩朗的意思 才137例 其實他們已經這個醫療系統 都被擠爆了 包括現在已經有四個人死亡了 那2月14號 情人節那天 沖繩出現了首例的確診病患 這是一名載過鑽石公主號 旅客的一個計程車問獎 計程車司機 是一個阿姨 60多歲的女性 那在4月7號的時候 安倍宣布 日本很多地方進入緊急狀態 然後到了4月14號 石原島有兩個確診 4月16號 沖繩首例新冠肺炎的死亡案例出現了 所以你說他現在錯不錯 他現在緊不緊張 很緊張 因為包括那邊的醫療系統 我們知道 因為台灣跟沖繩的關係非常緊密 我們在沖繩的牧港中央醫院 有一個叫做國際醫療合作組 那個組的主任是我們台灣人 我們現在立刻連線 龍捷律 龍主任 主任你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 現場還有羅有志 主任好 你好 下次去沖繩再去找你 是 歡迎 歡迎 主任我們知道 這個日本的所謂黃金粥這個長假 已經快要到來了 過去沖繩都很歡迎 觀光客 包括台灣的觀光客 可是現在他們的這個知識 玉成鄧妮 居然發布了這個新聞稿說 大家不要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我們沖繩這邊的醫療 其實是蠻緊繃的 可能已經快要到那個 滿床 超過滿床的狀態 所以現在如果是說 如果太多人一下子來的話 可能我們醫療會負荷不了 是 那我想問一下沖繩現在防疫的狀態怎麼樣 因為我們得到的訊息是有100多人染疫 100多人是確診 然後有四位是這個死亡案例 這個數字 請你解讀一下 是算是已經飽和了嗎 是很緊張的狀態嗎 對 我這樣子講好了 今天我們到了今天 就一百四十二個人確診 然後以我們的病床來說 那現在沖繩 他是有六間那個指定的感染醫院 是 聽得到嗎 那六間的那個指定的感染醫院的話 只有二十四張的那個感染病床 對 二十四張的感染病床 然後加上 您說是負壓隔離病房嗎 負壓隔離病房嗎 是 只有二十四床 那真的很緊張 這個二十四床裡面 有六張是在離島的 不在我們本島 換句話說我們本島只有十六張床 是吧 我數字有沒有算錯 對 然後如果加上肺結核的病床來說 肺結核病床我們有四十七床 四十七個肺結核病床 加上那個二十四個感染病床 其實只有七十一床 只有七十一床 那現在那個一百四十二個確診的人裡面 昨天為止有九十個在住院 所以你可以想像那個感染病床 其實已經是不夠了 所以我想知道 因為我得到的訊息 好像當地除了病床不夠之外 所有的醫療的相關物資其實也不夠 包括口罩 醫療用的N95 或者是防護醫是不是告訴我們這邊醫療 需要什麼樣的資源 以及他的不夠用的情況又是如何 好 因為我不清楚其他醫院的那個情況 那我是先說我們醫院的情況 那我覺得其他醫院應該也不會比我們好到哪裡去 那現在以我們醫院來說的話 我們是有六個護士輪流做採檢的 那六個人就每個人就配一個N95 那你們也知道N95是要合的 然後配上去只有他一個人能夠用 然後六個人一個人配了一個N95 然後這個N95是兩個月前配給他們的 所以也就是說這兩個月來貴院的護士喔 一個人只拿到一個N95 用了兩個月可以再分配一個 可是就沒有了 那真的非常多 那我就是只有六個負責採檢的那六個人 每個人拿了一個他們就用了兩個月 然後再分配再一次就沒 就只剩下一次的分配量 然後這個是N95的那個情況 那除了N95以外 當然還有那個外科口罩 那個外科口罩的話 我們三月中以後就沒有進貨了 那你們怎麼辦 三月中以後就沒有 沒有外科口罩 那怎麼辦 不是沒有 是沒有進貨 沒有進貨可以進 對 所以剩下的那個庫存 就是分配 現在就是說三天一片 然後可以自己收索 可以自己做的可以自己做那個布口罩的大家都自己做布口罩就拿那個外科口罩 然後外科口罩就連給那個治療現場用 我想請問一下龍主任這個是只有你們沖繩獨有的 因為可能是離島的關係 所以這個物資的分配可能比較困難 還是整個日本其實都是這樣 據你瞭解 我覺得整個日本應該都是一樣的 不是我們沖繩 那沖繩當然離島 他也有他的一些困難度在 然後東京大阪比我們嚴重 然後可能分配上一些比較嚴重的地區為主 而是以嚴重地區來說 比方說37個那個杜甫線裡面沖繩是排第14的 所以他沖繩不是說我們是排到滿前面 是 對疫情來的 龍主任我再請教一下 因為沖繩一向是台灣人很喜歡去的旅遊的勝地 那現在已經都停航了 那我不知道在那裡滯留的或者是定居的台灣人多不多 現在大家狀況怎麼樣 這個我就比較不清楚 因為這個數字的話 我手上是沒有 就有多少個居留 因為除了居留的還有留學生 那大概數字上我是不敢講 然後大家其實我覺得應該也是蠻緊張的 不是是在沖繩的台灣人 然後沖繩其實像我們護士 他們其實我們都有使命感 可是精神上來說 其實壓力是很大的 是 好 我們非常謝謝龍主任 龍捷育主任接受我們的訪問 也希望你在這一波疫情中保持平安 謝謝你 再見 謝謝 保重 加油 謝謝